那勇士隊呢也持續了在辛巴持球的時候對他做包腳 現在包腳又出現 那辛巴也沒有硬弓了 而是做更多的rotation 裡面也要出手啊 建立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沒錯 尤其系列賽的三分幾乎都是看對方在玩 今天開始他們的輪轉非常的快速 辛巴這一波的防守 該擾了Perry Jones 8比3 法師撞到張宗憲的身上 要到了阻擋犯規 投進了十二季三分球 命中率有37.5% 對 其實是不錯的 尤其是幾位本土球員都不錯的發揮 小烈朱雲豪再來一個 但是沒碰到籃框 你就要把外線的信心建立起來 比賽進行了將近四分鐘 曾祥君再一個hand off 在上場比賽他還做了非常多的遞手傳球 辛巴的火鍋 這個球沒有出界嗎 高國豪拉到左邊 這個節奏是他們所喜歡的 起碼在富邦武士進攻的時候 沒有辦法拉快 好 現在曾祥君是幫張宗憲做掩護 差點被高國豪操掉 再一個地手傳球 沒二波 沒錯 明明義 再一個回馬槍 給法師外用魂的三分外線力道大 高國豪直接賽給了辛巴轉 身中拿兩分 聰明啊 聰明啊 好 聰明 好 聰明已經拿到籌 要來挑戰辛巴 小烈这个球再给星巴转身 上来阶梯二房东曾祥均 这个传球有点无厘头 我才上场18分钟 没有人看守的三分外线 零米一短 小烈要抓篮板时 后面林苏伟犯规 智杰今天这么早就上班了 所以很明显的在进攻出现很大问题 对 让控球后林苏伟下来休息 所以现在勇士队 这是一个比较高大的阵容 面对对方的双控位 剩下两秒钟的进攻时间 零米一 勉强的输手没进 篮板球 张忠倩抓到 Kerry Jones有个大打小的机会 赵云先响 没错 晋赛的关系了 所以没办法登陆 让当时后卫群方面出现了 比较告急的情况 好勇士又跑起来了 教练坛这边一直挥手说赶快往前冲啊 因为星巴这个球 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冲抢二波的篮板 那一旦没有抢到下来之后 就是快速地往进局里面去压迫 就是在打杨将的时候 他有内心的高度 所以如果接下来 让勇士队持续跑起来的话 工程师所领先的分数 可能很快就会花回去了 没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